上清观世的道观,道观里自然藏着道经,道藏楼原来便是藏书之用,只是荒废已久,也被天教占据久了,没谁去看那破败的道经,大半都被人抢去烧在灶里,如今正好辟出来给江雪宁摆年夜的席面。 小小一栋楼,上下两层,上头甚至有些破败了,席面便摆在楼下,屋里早已经生了炉火,喂了一壶花雕,中央一张圆桌上已经放了一桌上好的热菜。 既然已经多了个萧定飞来搅局,这一顿饭也就成了真正的年夜饭,江雪宁干脆叫小宝别走,留下来一道吃。 小宝诧异地看了她一眼,但想想并未拒绝。 萧定飞在天教里就是同小宝见过的,此刻从鼻子里哼了一声,自己咕弄了几个字。 江雪宁没听清,你说什么? 她正将外面披着的鹤长解下来,搁到一旁的椅子上,张遮则在外头收散。 萧定飞朝她凑过来,声音细如文锐,你可得谢我呀。 江雪宁挑眉,看向她。 萧定飞只要笑不笑地朝着刚要转身走进来的张遮头去视线,那意思再明白不过。 江雪宁下意识也朝张遮看过去。 方才在路上,原本没朝她还手的萧定飞,到的张遮门前时却一反常态团了把雪来扔她。 她看不到,张遮却看得到。 眸光微微一闪,她明白了。 萧定飞这意思是,她刚才是故意的。 萧定飞早发现,这姑娘冰雪聪明一点就透了,得意地扬眉笑起来,怎么样? 江雪宁一转念,微笑道,到京城,我照着你。 萧定飞要的就是这句话,当时喜笑颜开,也不多颜,在张遮进门的时候就退了开。 接接实实地伸了一把懒腰,浑身眉骨头似的摊在了圆桌旁的椅子上。 竟是拿起筷子就开吃,为了吃这顿饭,我中午可故意没吃,把肚皮空了出来。 让我先来尝尝,这厨子做得怎么样? 这架势一看就没什么教养,在外头嚣张惯了,半点规矩和忌讳也没有。 小宝顿时露出一言难尽的神情。 江雪宁看了他这样,倒觉得真真的,上一世他最喜欢的,莫过于,同肖定飞坐在一起大快朵仪,什么时不言寝不语,统统都是狗屁。 没成想,这一世竟还能碰着。 他时没有太多的反感,直到一句,我们也随意些吧。 本来就是人在通州,几个交情或深或浅,身份又迥异非常的人,坐在一起凑一桌年夜饭罢了,又不是京城那些世家大族,更不是规矩森严的皇宫,实在没必要穷讲究。 江雪宁就坐在张哲旁边,那壶花雕早就微热,小宝提起来,他将其结果,便先给四个人都满上了一盏。 举杯道,大家都算得上是落难通州,风雪围困,纵萍水相逢一场,也算有缘。 说不准往后便交成了知己。 瑞雪照封年,我先敬上一杯。 肖定飞格外捧场,说得好。 小宝默默递他的白眼。 张哲台目,恰对上江雪宁在昏黄灯火映照下亮晶晶的一双眼,端起面前那小小的一盏酒来,到底还是和他轻轻碰了一下, 然后便见他面上都站开笑来,同大家一道举杯饮了。 花雕正当热着喝,酒味浓郁,油丝一股醇厚的暖流在喉间化开,润到肺腑,让人觉着整个身子都跟着慢慢地暖起来, 倒是削减了方才在外头粘着的几分寒气。 张哲灌来寡言少语,也就不怎么说话。 肖定妃这人,确是个自来熟,因为知道过不久就要去京城,若无什么意外的话,只怕就要成为定国公世子,是以对着众人的态度,前所未有的好。 话里话外,都要问问京城那些个世家大族的格局,俨然是已经在未入京做准备了。 江雪宁知道,这么个坏呸,定是肖氏一族的克星,巴布的这人在京中混个如鱼得水,要看看肖氏那一帮人见了肖定妃之后,是什么脸色,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把京城一干世家大族的老底儿都给肖定妃扒得透透的。 谁叫她上辈子是皇后呢? 坐得位置高,能看到的东西就不少,虽然眼下自己用不着,但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用吗? 肖定妃听得连连点头,一副已经把江雪宁当成了兄弟的模样。 有她在,这顿饭吃得倒不冷记,也不尴尬。 连小宝有时候听多了她阿谀奉承的话,都要忍不住插嘴刺她一句。 肖定妃也不介意,谁叫她知道小宝是谢威的人呢? 且旁人刺她一句,又不少块肉,全荡耳旁风,吹过就过了。 张哲酒量不好,素日里也不大喝酒。 那日围剿天窖的时候,阴行事所迫喝了三大碗,那里便晕头转向,只不过没叫人看出来罢了。 后来被人一刀劈到肩上,痛起来,再醉得酒也醒了。 线下却是陪着喝了好几盏。 她饮酒一上脸。 那一张冷素寡淡的面容上,已微微见了薄红,倒是难得削减几分平日的刻板。 酒气熏染清冷,灯火烛罩之下,也是五官端正,面如官玉。 江雪宁家菜吃时,不易瞥上一眼,只觉心惊肉跳,却是有些不敢再看,便连自己原要与她攀谈的话都忘了。 她端了一盏酒站起身,道,这杯酒,我要敬张大人。 桌面上顿时敬了一敬。 张哲同萧定妃完全两样,是个客气手里的人,当下也直了酒盏站起身来。 在这小小一间屋子里,两人相对而立。 萧定妃面上便挂了怪异的笑。 江雪宁也不看旁人,只看向张哲,异常认真地道,此番涉险辗转来到通州, 一路上多劳大人相助才能保得周全,今日座中仅有薄酒一盏,堪表谢意,还望大人不闲。 张哲道,也该张某些二姑娘的。 前面固然是她护着江雪宁,可后面那刀光剑影的乱局中,若无江雪宁带了府衙的兵来,只怕她也葬身于刀剑了。 只是这话不能明说。 毕竟中间还牵扯着那位也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的谢少师。 江雪宁那日带了人来救,却被她历声质问为什么回来,心中不免有几分委屈。 眼下却不曾想到张哲会对着她说出这样一句话。 她知道,她记得。 也不知是方才喝下去的几盏花雕滚烫,还是此刻微有潮湿的眼眶更热。 她忙掩饰般的仰手将盏中酒引进。 张哲默然地看她,也举盏引进。 萧定妃在旁边野鱼,哎呀,看二位说得这恩身如海,情真意切的,知道的说你们在吃年夜饭,不知道的,她还以为两位是在拜堂呢。 这人说话总没个遮拦。 江雪宁皱眉道,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 萧定妃道,哈哈,快坐下快坐下吧。 来来来,我给你们倒酒,光这么吃着,喝着也无聊,大家来行个酒令怎么样? 话说着她还真给众人斟酒。 张哲坐下后,却有了几分恍惚。 安静的夜里远远传来放爆竹的声响。 她向窗外看去。 道藏楼修在山间,外面是泥近山影,古松堆雪,飘飘洋洋的雪从高处洒下来,格外有一种雪中围炉叶化的深远幽寂。 只是,雪再好,终究要化的。 萧定妃已经不顾小宝的反对,行起了酒令,一圈转过后正该轮到张哲,却没想看向张哲时,却见这位张大人静坐在桌盘,静默地望着窗外。 她喊了一声,张哲才回转目光。 萧定妃察言观色上也是很厉害的,笑着道,难得良辰佳洁,可看张大人神思恍惚,好像有什么事情记挂在心。 江雪宁也看向张哲。 张哲却低垂了目光,慢慢道,天雪夜寒,惊中该也一般。 家母独居旧院,张某如今却身陷通舟,未能归家侍奉,心有愧,且有些担忧罢了。 萧定妃顿时啊了一声,有些没想到。 张哲母亲,昏黄的灯光下,江雪宁首搭着的杯盏里,酒夜忽然晃动起来,摇碎了一盏光影, 她的面色仿佛也白了一些,少了几分血色。 屋舍里忽然很安静。 后面萧定妃又笑起来,打破了沉闷的气氛,对着张哲说了好几句吉祥话,举杯遥遥住院京城里张母她老人家身体康健,事事顺心。 江雪宁却变得心不在焉。 连后面还说了什么,行了什么酒令,都忘了,脑海里面浮现出的是前世一幕幕旧事。 夜里宫廷,她拉了张哲的袖子,恳请她帮自己一把。 昆明宫中,乍文事败她被周银芝等人捏了罪名,投入大狱, 然后便是那初雪时节,张哲家中传来的噩耗。 那位老妇人,江雪宁从未见过。 可料想韩威之身,困窘之局,教养出来的儿子却这般一身轻正,该既是一位慈母,也是一位严母,是个可敬的好人。 她想,上一世张哲育中德文噩耗时,回想那一切的阴游,会不会憎恨她呢? 那些日子,她都在惶恐与愧疚的折磨中度过。 莫了一死,倒算是解脱。 如今忽悠从张哲口中听她提起起母,江雪宁上一世那些愧毁,几乎立刻像是被扎破了似的涌流出来,让她决出自己的卑劣。 万幸,一切得以重来。 她不由感念老天的恩赐,只是不论如何想强打笑容,这一顿酒,一顿饭,到底吃得有些食不知味了。 燕尽临别,要出门时,萧定妃也不知是不是看出点什么端倪来,瞧了她片刻,低声道,二姑娘怎么也恍恍惚惚的? 江雪宁没有回答。 萧定妃便觉得自己认识欣欣舅舅这一帮人怎么都有点矫情,轻哼了一声,你懒得说,本公子还懒得听呢? 只告诉你一声,通舟渡口子夜时有人放烟火呢,满城老百姓都出去看。 说完黑的一笑,转身就朝外头走。 众人一道来的,自然也一道回。 回去时,路过谢威那座小院,剑叔的身影看不到了,那屋舍里仍旧黑漆漆一片。 萧定妃拉了小宝说,有事问她,先从岔路走了。 江雪宁知道,这人又是在给自己制造机会,暗示她邀张遮一块去渡口看烟火呢。 只是她心里压着事,临到这关头,竟有万般的犹豫和胆怯。 那一腔奔流的勇气仿佛都被浇灭了。 直到与张遮话别,原本被的话也没能说出口。 她一个人走回了自己的屋前。 台阶上已经盖了厚厚一层雪。 江雪宁走上去,抬手便要推门。 只是那门框也早已被冻得冰冷,一触之下,静凉地惊心, 让她原本混沌的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。 她在干什么? 有什么可犹豫的? 众活一世不就是去弥补上一世未尽的遗憾, 避免走向那些覆辙吗? 既然想要,那边去追,那边去求,扭扭泥泥启示她的作风。 先前准备好却未送出去的福袋荷包, 原藏在她的袖中, 里头沉甸甸地放着些好一头的瓜果样式的金银刻子, 江雪宁将其取了出来, 能清楚地摸到里面装着的薄薄一尖纸。 我一将心向明月, 她胸膛里顿时滚烫起来, 这一刻决心下定, 竟是连门也不推了, 静止快步顺着远路返回, 踩着永路上还未被雪盖上的行迹, 往张遮的居所而去。 寒风刮面生腾, 她都魂无感觉, 只是到得张遮屋前时, 里面竟也漆黑的一片, 没有亮灯, 也无什么响动。 江雪宁不由正了一正, 往返一回并未当个多久, 张遮已经睡下了吗? 她犹豫片刻, 还是伸手轻轻扣了扣门, 张大人睡下了吗? 里头去无人声, 回应她的只是那漆黑的窗帘, 还有庭院里吹拂过雪松的风声。 过了片刻, 江雪宁再一次轻轻扣了扣门, 张大人在吗? 门内仍旧禁忌, 她便想, 张遮有伤在身, 酒量也不好, 或许是睡下了吧? 也或许是没在屋中, 被谁拉着去与众人一道犒赏军事了? 只是心里忽然空落落的。 眉眼低垂下来, 她看着自己掌心里攥着的锦囊, 直到自己耸包, 先前犹犹豫豫豫, 以至现在连当面表露心意的机会都没有。 但决心已下, 倒不反悔。 江雪宁想了想, 只轻轻将这只绣着符字的锦囊, 记在了左侧那枚小小的铜制门环上, 盼她明尘该能看到, 然后才笑了一笑, 强压下满怀的忐忑, 在门外望了一会儿, 转身回去。 庭院的积雪里延伸出三行脚印, 那雪在枝头积得厚了, 压着枝条素素地落下。 墨兰的夜空里忽然一声尖笑, 是城外另一边的渡口方向, 有璀璨漂亮的烟花升上了高空, 喷得一声炸开来, 站出明明闪烁的华光。 张哲背靠门扇, 驱腿坐在冰冷的地上, 听着门外的脚步声远了, 不见了。 半开着的窗外, 焰火的光照进来, 扑在她轮廓清冷的面庞上, 落到她沉黑的眼眸中, 只映出一片烧完后残留的灰烬。 感谢观看,